在青岛一所公园里 每周六都有公益乡签会 不过来的都不是乡签者本人 一般都是父母来给孩子找对象 今天刚好是周六 小编中午12点的时候来到现场看到 虽然下着小雨 可还是有些家长迟迟不愿离去 我女儿83年的未婚 在证券工作是理财师 现在是在住世南区 我女儿是本客毕业 身高1米7 想找个本市的 有本地有工作的 有责任性的 有房子的 小编问了几位家长 他们都说是替女儿来找对象 女儿不让来 是他们偷着来的 小编问了几位男方的家长 他们都说 很多大龄女生要求特别高 比如要求是倾到本地 有车有房 大多数家长认为 活动成功率并不高 小编在现场看到 都要收摊了 还有位大妈来替女儿登记 12天多了 那么通过这边 盛的也有不少 有 盛中吧 有那个的吧 给送个血糖血缘的 有 成功了就给你送个血糖血缘 十大点很多吧 要都搁来吧 多好吧 女儿 哪年 大六米 大六米 正高 一米 零三吧 最低 正高一米 你啥 学历 学历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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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场 小编 还遇到了一位 来替姐姐征婚的女士 想帮我姐姐找一个好的归婿 然后因为她现在是88年的 然后因为我已经结婚了 所以我对她的幸福也有点着急 88年本科毕业 然后现在是在南京 下半年就会回来 是在外企做翻译 希望有缘的你能加入我们的家庭 如果您想找个对象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希望大家都能找到自己的幸福